水果是现代人的日常食物 有很多营养素 但不是所有水果都对身体有好处 有些水果如果食得不对 可能会令你患上癌症 首先 斌狼虽然可以减压和提神 但它是一级致癌物 经常食会令你口腔生病甚至癌变 其次 有些热带水果混到来好易腐烂 这些商人为了赚钱会用人做催熟剂或掩饰剂 这些水果含有很多致癌物 最后 在超市买了的水果放了很久 一旦坏了 即使只是一小部分 都要整个掉 因为坏了的部分可能有致癌物 对身体有好大的危害 所以 减同埋保存水果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中了这些健康陷阱 保障自己的食用安全 虾母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常常忽视的一种东西 但它对我们的腸围健康有好大的作用 无论是烤面包还是釀酒 虾母都是必不可小的成分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腸道菌群的平衡 虾母可以令食物发酵 提升味道和口感 同时有助消化 平衡腸道菌群 甚至强化免疫力 但是 要注意不是所有酵母都对身体有好处 如果生长过度 可能会引起腸胃的不适 所以 饮食要均衡 酵母要适量 更先可以维持腸胃的健康 有些食物和补充品含有酵母 例如益生菌和益生源 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抢道菌群 不过 任何关于饮食和健康的建议 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特别是腸胃有问题的人 高血压是现代人的常见问题 有营养师最近介绍了日本医生医科度的8秒跳 说是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同以往的日行慢步相比 8秒跳对高血压患者更加适合和安全 还可以帮助瘦身 做法很简单 就是先暖身 然后8秒内跳16下 休息5-10秒 再重复5-10早 这种高强度的跳跃运动可以改善高血压 同时对减虫都有好处 北售健康管理诊所的营养师沈婉晶说 每日做10分钟的8秒跳 效果跟健走30分钟一样好 但是要分开做 不要对高血压患者造成压力